美国经济越来越糟糕 油价物价 每个家庭生活开支 创了超过20天的新高 意思就是 你每天早上起床 东西就变更贵了一点 连续超过20天 很明显 通货膨胀不但不能避免 而且是现在进行式 美联储加息0.75个百分点 创下至1994年以来 28年幅度最大的利息调涨 他们的目的是想要利用 利息强制把市场调回 正常运作的模式 试图把通货膨胀 控制在两个百分点左右 来避免彻底的经济崩溃 也认为公司的优优独特别 应该增长的项目 之后,现在的政策 维是将近年度度最高的 货带公司的公司 并且期待的政策 是三个百分点 稳定的低迹 市场中的回数 保持创下 创下来的 市场上将会 颈动的资料 和这个资料 和大的脑氏 预奉 тотə bir soroşa,"The economy." But clearly, today's seventy-five basis point increase is an unusually large one, and I do not expect moves of this size to be comm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day, either a fifty basis point or a seventy five basis point increase seems most likely at our next meeting. We will, however, make our decisions meeting by meeting and we'll continue to communicate our thinking as clearly as we can. Our overarching focus is using our tools to bring inflation back down 這上面說的蠻清楚的 就是現在通貨膨脹太誇張 供給或是產量太低 市場需求太大 所以要提升利息 在產量提升之前 降低整體的需求量 來維持市場平衡 我不想在這邊假裝自己是什麼 經濟學家 因為很明顯我不是 我只是讀過亞當史密斯的 國父論而已 而且老實說 數字本來就不是我的強項 這是一個基本常識 每當政府介入經濟的時候 經濟就會越變越差 這也是基本常識 歡迎去看我個人的頻道 PHC上面 國父論第10章 就算沒有看過 也可以知道 市場基本運作模式 就是當產量高過於需求的時候 商家就會彼此競爭 價錢就會往下掉 當需求高過於產量的時候 買家就必須要彼此競爭 價錢就會往上升 那這個時候呢 你猜我們的前副總統 Brandon做了什麼 他跑去跟美國最大 而且跟官商勾結最嚴重的工會 AFLCIO發瘋 因為這個樣子 好像就可以騙到美國人說 他現在還可以有能力來解決 現在所有的問題 以下是他每次演講的戰術 就是好像在你耳邊 輕聲細語的說悄悄話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大喊這個樣子 所以現在 他在罵我們嗎? 很明顯 民眾全力國家 這個就是西方自由國度的領導人 我不敢相信我竟然會說這種 就是中共大外宣嘲諷美國總統的話 而且這就是做錯事不認罪悔改的結果 只能一錯再錯 而且找一堆理由繼續錯下去 然後再怪別人說為什麼別人都不聽他的 這是所有極權領導人做的事情 生育率低迷 就是要繼續推廣同性戀跟變性人 人活著沒有目標變成神經病 拿著槍去學校殺小孩就是要禁止槍枝販售 油價爆表民眾買不起汽油 就要怪民眾為什麼不買電車 還有為什麼石油公司這麼貪心 不管自己的政策還有方向有多麼可笑 但是就是要繼續下去 你有沒有有過老闆生意一直賠錢 然後跟員工說 只要大家一起同心協力熬過這一段時間就好 然後熬到最後公司還是倒了 老闆卻說都是因為員工沒有盡心盡力餵公司 接下來這一段就是Brandon在說 工會是美國的基石 美國不能沒有工會 美國一切的成功都是工會造成的 是齁 AFL CIO 這個工會就是導致 美國的汽車製造業好幾次快要倒閉 需要納稅人用稅金來援助他們好幾次 全部都是工會的錯 全部都是工會的問題 導致美國的汽車沒有辦法跟日本車 德國車在市場上面競爭 因為這些汽車製造商知道說 從1960年開始一直到1990年 就算他們做一堆沒有人要的 然後又貴的破車 國家也會用納稅人的稅金來讓他們繼續維持 然後工會也知道說這些政治人物要的只是選票 他們就可以什麼都不做在政府裡面要求立法跟福利 美國的這個國家工會徹底的摧毀 美國在地球上曾經最大的產業 這個是這個國家最接近社會主義的制度 但是Brandon在這邊說 工會是美國經濟無動的磐石 是齁 工會好棒棒 從來就沒有讓美國 美國人失望過 是齁 不過他去那邊幹嘛呢 他對著工會講這些要幹嘛呢 因為他要工會去投票嘛 要去拉票嘛 因為他想要繼續當總統嘛 你願不願意跟你的總統一起奮鬥 你願不願意為了我繼續領導美國而奮鬥 美國的公立工會就是促成官商勾結最大的禍根 他們的工作就是出來跟選出來的政治人物談判 來讓工會有更多的政府補助 以下是他在說 工會快來幫忙Brandon 再創美國經濟奇蹟 山陽威斯比 奮起啦 幫助建立一個經濟 工作為工作人員 我誓言 我會繼續戰鬥 你們準備好戰鬥嗎 我們一起建立 我們繼續給家人的戰鬥機會 面對我們的挑戰 我們繼續戰鬥 我們繼續建立一個更好的美國 因為我們可以做的 祝福你們 呃...yeah No you can't Joe 而且你讓整個美國變更窮了 這個是整個演說最精彩的地方 是他在說他被很多人批評說他亂花錢 但是沒有 他花的錢改變了很多人的人生 對啊 我們都變窮了嘛 好棒齁 我們來看一下他所有些什麼東西 民主黨喜歡我批評 我批評 我們都花了很多錢 但我們公開的事 我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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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花了 我們都花了 我們會把錢稍成 的財政策 被剩下的 1.6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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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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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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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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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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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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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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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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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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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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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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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